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 数组的循环 循环逻辑 它是在任何系统开发中所必须有的操作 非常的重要 咱们来学习一下 好 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用Full语句 循环数组 第二 Python特有的缩进代码 Python为什么叫 特有呢 因为通过缩进来指定代码块的这种写法 目前我发现的只有Python 一个是Python 一个是J的 就是两个 其他的我还真没发现 如果有知道朋友 各位留言告诉我 就是说通过缩进代码 能够去用代码块的 还有什么语言 我知道就两个 一个Python一个J的 好 那咱们就学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好 马上看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的实战演习 其实并不难也不长 咱们马上见个文件 一边运行 一边讲解 我这咱们见个文件 TestPython 然后 先考上前面的前半段代码 好 讲解一下 我先把它 整理一下 老规矩 左边是原代码部分 右边是运行结果 好 咱们看 我先声明了一个数组 没有问题 然后打印出循环的开始 再打印出循环的结束 也就是说 程序开始时 我会打印出一个Start 程序结束时 我会打印一个End 然后程序里面的循环内容 是循环这个数组怎么做的 注意看 Full 我要循环 然后每个元素 我给起个名字 因为数组中 比如说有五个元素 那么这个Full循环 是要循环五次 是根据元素 个数决定的 那么每个循环一次 会把当前数组元素的值 付给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说叫Name 叫ABC 叫阿窝 阿窝 不行 叫任何变量值 Temp的TMP都可以 这个值是可以随便指定 然后就说 我Full 循环 MyLis这个数组 In这个数组 循环它 然后每循环一次的 当前元素的内容 我会付给这个变量当中 让我的循环的内容 就输出它 没有问题吧 非常简单 但是注意看 缩近代码 什么意思 大家看 我是个Full语句 对吧 Full语句结束之后 我这有一个冒号 说明什么 说明我要进行 Full循环了 然后呢 Full循环的内容 大家注意看 我前面空了四个空格 对不对 换句话说 我空了四个空格 我做了一个缩近 那么缩近里面的内容 才是我循环节的内容 非常的特殊 好 那咱们既然理解了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结果 我这为了让您看明显 我这 我这再输出一个缸梯 算了 好 这样做算了 OK 咱们看看这段代码 运行的结果 能不能想象到 肯定啊 咱们是先输出一个 程序开始 然后循环 然后输出一个程序结束 对吧 然后开始和结束之间 输出所有的 数组的内容 选手的名字 对吧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Start 开始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这加了一个杠梯 对吧 这个地方 所以说他这空了 加了一个杠梯 所以他这空了一个tableway 一般说一个tableway 是八个字符的宽度 然后呢 分别输出了五个元素 没有问题 最后 end结束 大家看 我这空了四个空格 就说明 这个是循环节的内容 没有问题啊 那么问题来了 提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比如说 我这个print and 我也按上色空格 这可以吧 笔码中是可以这么写的吗 对不对 那么该输出什么结果 对 print and 本来是作为程序的结束输出 结果呢 我这 我这呢 做了一个缩近 也就是说 他不作为最后一行输出 而作为Fold循环节进行输出 这肯定是个bug 对吧 但是咱们先看看这个bug运行的结果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我start没问题 然后呢 我每输出一个元素之后 我立刻输出了end 为什么 因为他把它作为循环节的一部分进行输出 所以说呢 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嘛 这出bug了 我先说 程序结束之后 程序结束的最后 我才输出这个end 所以说这个地方空格 这地方的缩近是错的 这能理解吧 没问题啊 这就是循环节 我相同缩近的内容被当成循环节 我通过缩近与否来控制 是不是在一个代码块当中 稍微有点难理解啊 但是您这个python编码时间长了 感觉这种写法还是不错的 减少代码量 增加代码可读性 还是挺好啊 没问题 又回来了 对不对 为什么 我缩近又缩回去了 对吧 OK 这是缩近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 这是蟒蛇独有啊 好 咱们再看另外一个 刚才这个地方 咱们循环的是什么 对 是循环数组每一个元素 但是 我如果想取到每次运行的下标 该怎么做 试一下 这个地方 注意看 把上面都屏蔽起来吧 上面咱不要了 评语代码是 摁住Ctrl加斜线 好 咱们看啊 循环索引 我循环的时候 不仅想取到元素的值 还想取到当前的索引式极 该怎么做 负循环 然后呢 印 刚才咱们直接印这个mylis 现在不是了 印一个枚矩方法 immunrate 什么意思 他把咱们这个数元素 变成了一个可每举对象 然后呢 再进行循环 这样的话 每次循环的元素的内容 不仅仅是有个元素 还有一个当前元素的索引 就是返回的是个元祖 然后呢 咱们输出索引I 同时输出元素的内容 好 咱们试下这样的代码 看看什么结果 注意下 我这缩近啊 确实缩了 好 试试啊 我把这个清下屏吧 好 注意看 Let's go 来大家请看 输出了吧 酷里是第零个元素 物理上第一个 逻辑上第零个 然后是哈登 没有问题吧 蓝伯朗 杜兰特 科比 都是MVP级的人物 没有问题吧 那么 咱们再试另外一个错误的例子 比如说 我for还是这么循环的 没有问题 最后加冒号了 但是我没有锁近 会是什么结果 能不能想到 试一下 肯定报错嘛 对吧 肯定报错 对不对 为什么 也不认为什么 就是因为没有锁近 给它锁回来之后 就可以了 所以说 锁近写法 一开始 可能初学乍到的朋友 不适应啊 等您适应这个写法之后 您觉得啊 这个写法还真的挺好 以前咱们在这个这个Java C Sharp中该怎么写 都是加这个大括号嘛 比如说 以前咱们就做这个Java C Sharp 不都这么写吗 对吧 也行 但是呢 确实是您不觉得这个大括号多余吗 就有点多余啊 习惯网上朋友肯定觉得这个大括号多余啊 还不如就直接一个冒号就算了嘛 对不对 确实是习惯之后感觉这个缩近的写法还真的是挺有创意 挺不错的啊 反正我是现在喜欢上这种写法啊 非常的不错 代码也非常的简洁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关于数组循环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我的今天的课件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